大家好,欢迎收看良品电影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电影是《狗十三》 每个人都曾有过年少叛逆的时光 现在看来却那么的遥不可及 故事发生在一个13岁的女孩李丸身上 李丸的爸爸忙于赚钱 而李丸的后妈也不知自己该如何去面对这个孩子 所以李丸从小便由爷爷奶奶抚养 家庭的原因使得这个处于青春叛逆期的孩子 变得更加的沉默和孤僻 李丸从小就对物理带有极大的兴趣 然而在一次抱补习班的选择中 父亲不顾李丸的反对 强行逼李丸放弃自己喜欢的物理去报英语 因为只有这样李丸的总成绩才能上升 事后对李丸说 爸爸这是为你好 甚至从钱包里拿出一打钱 想要以此来获得李丸的妥协 第二天李丸在吃饭时听到了狗叫声 寻声寻趣 惊喜地发现自己家里出现了一只可爱的小狗 忙问这只小狗是哪里来的 当从爷爷那得知是父亲送来时 李丸瞬间变得不开心 直接就说这狗他不要 但小狗却是十分地喜欢李丸 李丸走到哪他都跟着 本就喜欢小动物的李丸 很快就招架不住小狗的攻势 缴械投降 甚至将自己的小床让了一半给小狗 并给小狗取名爱因斯坦 一天李丸的堂姐来李丸家玩 因为李丸堂姐的英语成绩十分好 所以当堂姐提出要带李丸出去补英语时 奶奶很高兴 然而事实却是 李丸的堂姐笑和男友约会 用帮李丸补习为借口而已 日子就这么平淡无奇地过着 爱因斯坦在家中并不受到爷爷奶奶的喜欢 这使李丸觉得自己与爱因斯坦 是一样被大家所忽视的存在 一人一狗倒也有了些同病相连的感觉 可有一天 爱因斯坦却因为爷爷的意识疏忽 不见了 可爱因斯坦对于李丸来说 是他唯一的朋友 他不可以失去他 李丸像发了疯似的去寻找 爷爷前去劝阻 却意外被李丸推倒 导致腿部受伤 第二天 李丸又满大街的张贴寻狗启事 什么话都听不进去 最终李丸的后妈想了一个主意 去买一只和爱因斯坦 长得十分相似的狗 并对李丸说 狗已经找回来了 李丸欣喜若狂 却在见到狗狗的那一瞬间 被浇了一大盆冷水 这不是他的爱因斯坦 家中的长辈却对李丸说 这就是你丢的狗 它就是爱因斯坦 如此明显的谎言 却没有人去戳破 这样的大人 使李丸感到陌生又恐惧 极度伤心的李丸 在唐姐男友的陪同下 去酒吧喝酒 而奶奶因为担心李丸 再出去寻找李丸 使迷路了 人无和人的父亲 终于大发雷霆 不就是一只狗吗 你闹够了没有 父亲用暴力 迫使李丸屈服了 事后对李丸说 爸爸是为了你好 等你长大了 你就懂了 你啥时候才能长大 这时候的李丸似乎妥协了 渐渐接受了爱因斯坦 在一次考试中 李丸的英语成绩 获得了全校第一名 李丸的父亲十分高兴 带李丸去了溜冰场 而那一天 正好是李丸弟弟 三岁的生日 当父亲用手指着一个小男孩 对李丸说 这是你弟弟时 李丸这才知道 原来自己的父亲 与后妈 早就生了个孩子 那一天 所有人都围绕着李丸的弟弟 在这个重男亲的家庭里 没有人注意到 李丸笑容背后的苦涩 李丸的弟弟 是一个被宠坏的熊孩子 用棍子打伤奶奶不说 还用棍子去戳打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朝弟弟大叫 弟弟吓得大哭 家中人认为 是爱因斯坦发疯了 李丸的父亲 甚至用拖把去打狗 只有李丸明白发生了什么 心疼的抱起了爱因斯坦 之后 爱因斯坦将弟弟咬伤了 父亲要将爱因斯坦 送去狗肉馆 虽然最后没有送成 只是送去了流浪所 这只倔强的狗狗 在离开自己的主人后 以绝食的方式 表达着自己的意愿 他一直在等待着李丸来接他 直到死去 只得到了爱因斯坦 早已死去的消息 满心欢喜 终成空 成绩优异的李丸 被保送重点高中 在公筹交错中 面对长辈 夹来的狗肉 李丸也仅仅是愣了两秒 便微笑着将狗肉吃了下去 回去的路上 在车里 李丸第一次问自己的父亲 当初为什么与自己的母亲分开 第一次 一直以来那么粗暴专制的父亲 落下了眼泪 李丸也哭了 他仿佛理解了父亲 在影片的最后 看着跌跌撞撞 正在水溜冰的年幼的弟弟 李丸明白 弟弟也会像自己一般成长 成长也许只是对年幼的自己的屠杀而已 过去的李丸早已死去 现在的李丸长大了 不一样的电影 不一样的我 良品电影一直等你哦 我就不甘了 带着 他要有一点 空间 分别